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法就是说好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 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也要看具体现象 所有这些话如果没有背景或者前提或者限定的话 我们都说不上对和说不上不对 好的设计等于没有设计 这个话说对也可以说不对也可以 也应该来讲是一个废话 但是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是这样的啊 这点还要看设计的功能 还要看设计功能 就是说如果说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 设计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 或者更具体一点就要满足某种需要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求一个所谓好的设计 必须是最恰到好处的体现功能的设计 达不到这个功能的要求 就是不好的设计 超过功能的要求其实也是不好的设计 比如说为什么我想调一下 比如说好的设计我们看不出设计 我举一个平面设计的领导 平面设计就是为设计内容服务 比如说出买物或者杂志对不对 对对对 当我们打开一本杂志或者打开一个出买物 跳进我们眼里的首先是设计 它叫宣宾独卒 当然这不等于没有设计 就是设计要强到的隐形 或者说设计的目标是为了使这个内容传达出来 或者意味着在这一点上 一个好的平面设计或者一个好的书籍杂志或者版式设计 它应该有助于我们的阅读 不过这样讲也有点抽象 其实这个阅读还要有不同的地区和传统 它们会形成不同的阅读习惯 形成不同的阅读习惯以后 其实什么叫好的阅读那有区别 比如说中文的原来的排列都是竖牌 对不对 对对对 日本今天也是竖牌 香港台湾现在也有一些都是竖牌 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我们已经习惯横牌了 那么就重新出现竖牌以后要不新鲜 对于一些人来讲可能是不习惯 但是日本人一直不敢就是竖牌 日本竟然竖牌为主 他们也有横牌 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这跟我做过出版和研究过程方面的线下有关系 比如说内地人和香港人的阅读习惯都比例 以杂志为例 一个内地人如果他不是熟悉香港的阅读环境的话 他们一看到香港的杂志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花里胡哨 香港的杂志就是花里胡哨 跟很多国外的八卦杂志一样 对 但是当你去跟一个香港的设计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然后你拿了一本中国大陆杂志 除了设计风格的差异以外 他们的一个很强烈的意见就是 哇你们这个杂志怎么那么单调的 哇整版文章哦 他告诉我香港人怎么有耐心去读一页的文章 忙得一塌糊涂怎么读一页文章呢 我一想也对过大陆的这个杂志 他只看重点 看重点 这里面跟我们的出版设计有关系 比如说为什么有标题 有岛屿有正文这三个区别 其实所有紧张的人 他们每天要看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少标题 所以必须出现标题 不要以为只有互料网才出现标题党 原来的所有做传媒的人 做报纸的人 做杂志的人都是标题党 我父亲是脑爆人 我从小就跟我父亲学了标题党 就是起标题很重要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个月都是看标题 好 记住标题的 他们叫标题什么的选择 第二步 有点时间了 看什么你知道吗 看岛屿 就岛屿讲什么 然后 第三步才 来 去看正文 这样正文就选择了最低限度 你知道 首先看标题 这个可以看 那个可以看 然后想了解多一点 就看岛屿 然后最后 岛屿底下说明 还不够 有些人还不够 还要了解更深入 我说的是报纸 更深入的时候怎么办呢 看杂志 杂志就是专题 他们阅读希望是这样 简递下来 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喜欢长篇大论呢 那是因为我们喜欢长篇大论 从小我们就喜欢长篇大论 我从小就 元旦我们就坐在操场上七点钟那个时候已经自动隔离了 大概半米一个人这样坐好操场 七点钟开始喇叭一下 两报一刊社论 这对于香港 或者对于海外 你怎么可能理解 这种节奏决定了我们的阅读习惯 阅读习惯决定我们对于版式的要求 说得好听 像我们习惯一种长篇大论的我们就喜欢那种整洁的版面要求 但是对于香港人对于外国人对于日本人他们就喜欢我们认为是花里胡哨的设计 他们已经算是两个字解决问题了 是吧 包括这个专栏作家 我到了海外才知道什么叫专栏作家 在中国一个星期写个专栏作家 你写那么洋洋一千字两千字 是吧 传媒方面 你想想看刚刚去世的香港黎匡 他怎么写专栏文章 他一天写五六篇专栏文章 每一篇几百字 一个点就写一篇 为什么他靠这个吃稿费了 他不写多怎么办 非常厉害的方法就是 一天写四五篇 当我聊到这个现在以后我才想 专栏作家不容易的 你不信你试试看 一天写五篇 每天三百字 必须写吧 写吃饭完乐了 你忽然发现这也是个能力 这也要习惯 中国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中国有这样的收入 它就有这样的能力 那个年代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没有这样的阅读的 一个氛围的环境 所以我刚刚说的 有设计没设计 也要看具体的情况 看具体的阅读习惯 我到了日本 九十年代我在做出版社的时候 我到了日本 才看了名本来的那个口袋的那个动漫书 民航画 我们叫民航画 就是日本动漫书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 上班这个坐JR 坐地铁或者坐火车 从住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 可能要坐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 我说到日本才知道 日本人也有一个习惯 那么看民航画 上车前买一本联合画 上车来看 看完之后下车就把它一扔 这样 那么这种情况就注定联合画的厚度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的 哪有我们的什么什么三国演义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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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红记啊 一本一本联合画 是吧 我以前很小 小时候很想看联合画 所以想要画画 但是我才知道那个联合画 是适合我们的阅读 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拿什么三国演义 然后那个 上学 坐个车开开 下学的正教 没有了 没有这回事了 我们都是经典的 都是经典的 到了日本才发现 我原来他们联合画是这样的 也因为他们联合画是这样的 才有利润 因为周转快 联合画是否经典呢 联合画是个经典 它是个周转的读物 所以 就现在到日本 我才大吃一鸡 日本出版页 100以上是联合画 他们才是真正的联合画大国 他们有佛事会 我们那些老联合画 也没错 我们的生活节奏就是这样子 所以 设计和阅读习惯有关系 我们判断一个设计 它是有设计 还是没设计 还是要具体分析 你立下这个具体条件 这句话很正确 不够没意义 我们要小心 少讲 没意义的废话 最好的设计就没有设计 对不对 记对也不对 我们只是说 什么设计 针对什么读者 对吧 是小竹 这将写的笔 不够移 是小竹 是小竹